第311章 16强 三月 往我们这边来 月光大声喊道 他和陆里两个人都没能把魔明杀掉 一来魔明的减伤技能有点多 二来是对方一直有个高手牧师做后盾 虽然岌岌可危 可偏偏杀不死 三月雨已经很危险了 如果没人保护 要么会被杀死 要么就是蓝被烧个一干二净 梅兰的牧师和死了的牧师没什么区别 月光的高喊提醒了三月雨 他艰难地向自己队友移动 追着他砍的局部瘫痪两个匕首 抹的都是减速毒 两把刀都涂减速 还能比这更猥琐吗 星辰银灰冷笑一声 跑过去卡位 这人确实牛 一心多用 还能搞得有声有色 魔明之所以能撑到现在 可以说完全是他的功锚 三月雨前有星辰银灰挡路 后有局部瘫痪攻击 他似乎陷入了一个死地 曙光可没有穿人这一说法 三月雨是赛场新人 进步非常快 但是他面对的是战篮守护 号称犯错最少的团队 这种团队赛 他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身色调如风惋惜地说道 或许星星拥兵团 就要到此为止了吧 虽然十六强也很出彩 但谁会贤名次高呢 不知道多少人 在为三月雨 惋惜 解说员 观众席 甚至包括 现在正在为难他的对手们 漂亮妹子 到哪都受欢迎 就在这时候 三月雨张开了嘴 而且仰起了头 他此时的脸像是 笼罩了一团黑雾 然后他发出了一声尖笑 灵魂奸笑 局部瘫痪一直追着他看 离得非常近 星辰迎辉本来离得挺远 但是他偏偏跑过来用的走位 要卡住三月雨 不让他过去 结果可想而知 这哥俩全都中招了 中了灵魂奸笑的人 会眉头苍蝇般地到处乱跑 没了星辰迎辉的夹雪 陆离和月光又突然爆发 魔明直接被秒杀 三去其二 哪怕星辰迎辉和局部瘫痪 再怎么努力换回 也终于没能挽回 最后的失败结果 战篮守护被淘汰 再次止步十六强 这个老牌战队 似乎一直运气不佳 每一次的大型赛事 都被挡在决赛之外 十年不变 星辰迎辉虽然微笑 但是谁都能从他眼角的湿润 体会那种悲伤 一直嬉皮笑脸的局部瘫痪 也一脸黯然 他们不缺实力 不缺努力 或许缺的只是运气吧 就比如这一届的华影杯 他们是除了盛世王朝 遭遇王牌战队最多的队伍 苦战至此 他绝不是在此时 这一刻是属于星星拥兵团的 是属于三月宇的 三月宇的表现堪称经典 足以被载入游戏史册 他作为一个治疗 用一个出其不意的灵魂奸笑 左右了一场16强比赛的胜负 不出意外的话 他的名字很快就会出现在各类游戏媒体 明星赛首也必然有他一席之地 而此时 退出赛场之后的疲惫 后怕 还有莫名的委屈 一只温婉的三月宇 已经激动地哭倒在他哥哥怀里了 花底离情那冰冷的表情也裂痕翩翩翩 他心疼而又无奈 这个时候 能给妹妹的 只有一个温暖又安全的怀抱 其实这已经足够了 众多媒体发来采访要求 全都被三人拒绝 他们不会止步于此 他们会在八强赛 击败新的对手 星星拥兵团 绝对不会只是个八强队 比赛结束之后 按理说 应该好好地休息一下 然而跟号三却 安排大家集体去练集 他的说法是 大部分的战队都这么干的 现在还不是松懈的时候 必须把神经绷起来 所以 星星拥兵团所有人 一共11个 集体在25级的怪区 练了一天的集 收获经验若干 还有月饼盒若干 到下午的时候 16强比赛的结果也都出来了 继星星拥兵团 一战淘汰战篮守护 魏宇阁淘汰了黎明之一 个人赛 25级的十一少 被24级的 魏宇阁美女法师青成语虐杀 团体赛 黎明之一的治疗骑士装笔 如风出现了一些失误 猎人痕迹被围杀 结果输掉了比赛 接下来是血色战棋和星辰 暮色虽然赢得了个人赛 但是他们的团体赛惜败 星辰战队止步16强 比他们去年还要差一个档次 法神圣殿和星辰同病相连 老将莫望峰 击败江南贵族的一夜之秋 赢得个人赛 可惜团队赛在率先击杀了 对方治疗的情况下 仍然被翻盘 25级的星梦轻舞 表现出了不输法神的实力 江南贵族晋级 狂蜂军团遭遇第七天堂 赴黑法神南波斯瑞 这次不是弱了 凭着职业压制和绝对超一流的手法 堂堂正正地击败了凝士 团体赛上 第七天堂也获得了胜利 无双城苦战紫月洞天 他们上演了两个顶级战士大对决的精彩竞赛 致命金库查和明破军 都是大神级别的战士 和月光凝士他们 完全是一个档次的高手 两人实力相当 打得非常激烈 最后明破军倒下 致命金库查在击败对手三秒后 跟着倒下 他只剩26点血 身上还残留着明破军 给他留下的流血状态 剩得非常艰苦 用解说员的话说 如果明破军的攻击多一次暴击 那么结果就完全反转了 不过 运气也是一种实力 倒没人会给致命金库查虚生 这一场无双城晋级 诸神黄昏 只是排行榜第三十的队伍 混在十六强里 简直万花丛中一点绿 违和得很 然而 正是这么违和的一个队伍 他们硬是击败了排名第十三的兄弟情深 很怕四目头纳 温吞吞的攻击 撑起了一个八强战队 他们在各种大型比赛中 都有不错的名次 此人被列为七大盗贼 名气不输血比 看来不是没有道理 最后一场是荣耀之都 对战永恒国度 这场比赛 完全没有什么看点 被称为本届十六强最水的一场比赛 夜半 鬼影和血比 上演了顶尖盗贼之间的对决 但是他挂掉的时候 血比还有四分之三的险 现场虚声一片 认为他实在愧对七大盗贼的名头 团队赛就更不用说了 付出的肖默 血比 那不较厉害 那简直就是凶残 新兴拥兵团 威宇阁 血色战旗 江南贵族 第七天堂 无双城 诸神黄昏 荣耀之都 这就是本届的八强 全都是实力大工会 不 里面似乎混进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新兴拥兵团 第312章 江南贵族 一个识人的小团队 在副本上出个风头 也就算了 居然登堂入市 打入了职业赛事 而且还进了八强 这不是一般的小事了 整个游戏圈子都在关注 新兴拥兵团这个名字 这个听起来耳系的名字 已经被无数人提起 不管是嫉妒的人 还是真心佩服的人 都必须承认眼前的事实 这是一个新崛起的势力 而他又和三年前 新崛起的无双城不一样 无双城一开始 就获得了大笔的资金投入 诱人的福利 吸引上万人投入工会旗下 又重金挖其他俱乐部的职业选手 势如破竹地进入职业赛事 再加上铺天盖地的造势 使得他们毫无悬念的 机身高端俱乐部行列 而新兴拥兵团有什么 他们什么都没有 没有资源 没有人手 甚至连参加比赛的三个 赛手都不知道 从哪嘎啦冒出来的 他们现在都没有工会 奇葩 只能说他们是一朵奇葩 有惊叹的意思 但是绝对不会是赞叹 至少这些职业圈的人 没心情去赞叹他们 你们这样一个草台班子 进了四强 让其他动辄 每年投入上百万训练费的 职业俱乐部情何以堪 好在已经有消息被放出来 前日从新月工会 离开的前工会长老根浩三 加盟新兴拥兵团 称新兴拥兵团已经完成使命 取而代之的 将是新的工会和俱乐部 新工会正在加紧筹备中 而新兴拥兵团 则保留10人的规模 长期地存在下去 普通玩家们收到这个消息后 对此充满了期待 已经有不少无工会人士 保持关注 希望能够第一时间 加入陆离的新工会 成为工会元老 先下手为强 手快有手慢无 这种现象 在游戏圈尤为突出 玩游戏讲究热血 也讲究意气 无论以后如何 第一时间加入工会的元老 都不会受到亏待 不过 对此更为关注的 当属大工会高层们 他们的心情很复杂 就好像被人踢了胆 奇痛无比 但是却又奇怪的有点爽 新兴拥兵团是 心腹之患 这些人势单力薄 完成期后 可一旦成立了工会 资源和知名度都会上升 会成为威胁他们地位的 又一有力竞争对手 然而 新兴拥兵团成立工会 实际上让他们都松了一口气 与一个识人拥兵团并列 和与一个工会俱乐部并列 傻子都知道怎么选择 成立了工会也好 大家平起平坐 无论是拿了手杀 还是在比赛中打赢了他们 普通玩家 也都没必要大惊小怪了 可见陆离等人的恶魔形象 何等的深入人心 几个大工会会长 都私下里商量好了 等新兴拥兵团的工会成立 大家都给他点面子 发点祝福的话 或者送点贺礼 免得他们工会晚两天不爽 又解散了 周三 八强赛 第一场是江南贵族对战第七天堂 江南贵族被公认为 曙光最有钱的土豪工会 每个赛季出现的潜力选手 都会被他们重金牵下 而且他们挖别人家的墙角 也一向不遗余力 陆离几人闯入百强赛后 要投资他们的人 挖他们的人都非常多 江南贵族也是其中之一 不过他们 甚至还没有北方电网那么大方 他们愿意出的价格 就是以每人一百万的年费价格下 陆离三人到他们俱乐部 等到陆离几人闯入十六强 他们把价格提到了两百万 然而 飘灵甚至连理会他们 一下的兴趣都没有了 财大气粗 重金打造 江南贵族的阵容 华丽 星梦清武 一夜之秋 童言无忌 全都是明星阵容 各个实力非凡 他们的对手是吴双城 很多人都觉得 吴双城要倒霉了 吴双城不过是一个 才崛起两三年的实力 就算实力再强 又如何能够和拥有 两百年历史的老牌 王者抗衡 在十年前荣耀之都 没有崛起的时候 那时候的第一公会 是江南贵族独霸天下 即便是现在 江南贵族的实力 也是数一数二的 谢色战旗够强势 但他们 还是被排在江南贵族的下面 吴双城出战的是 致命金库茶 专职辅助 以及青旗孤九 其实吴双城 同样也是全明星阵容 这三位是近几年 崛起非常快的高端玩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个人赛双方出战 星梦青五法师 对上了 专职辅助 为什么不是青旗孤九 星梦青五站在台上 看着对面的专职辅助 脸色不是很好看 吴双城的阵容很诡异 战木齐 但是严格的来说 牧师和骑士 都是治疗职业 但是这两个治疗职业 又都有非常不错的输出 吴双城单人赛 表现最出色的 当属青旗孤九 魔王风采 简直堪称绝世 他能把你磨到没血没磨 磨到完全没脾气 吴双城 在个人赛上面 只要是青旗孤九出战 简直就没输过 在马上就能进入决赛的 当儿 八强乱战的时候 青旗孤九居然不出现了 法师不好说克制其事 但是星梦青五有他 比较独到的打法 自信对上青旗孤九 至少有八成的把握 可惜吴双城出战的是 仅仅是他的ID 专职辅助 听起来 好似说他天生就专注加血一样 而事实上 他从来都是又加血又攻击 死缠烂打 如同牛皮糖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专职辅助 其实也是一个魔王 牧师怕什么职业 怕盗贼 怕野性德鲁伊 但是绝对不会怕法师 只要你秒杀不了我 我就一边抽你的蓝 一边慢慢地耗你的血 而且我可以给自己加血 你杀不死我 星梦青悟空有一身本事 却只能发泄似的狂放技能 25级的法师 对上24级的牧师 仍然无法做到全面压制 他杀不掉对方 只能慢慢地被对方 用伤害微乎其微的暗言术 磨死 个人赛专职辅助获得了胜利 无双城的粉丝们欢呼雀跃 这是属于俱乐部的胜利 也是属于他们的胜利 他们没想过等会的团队赛 能够获得胜利 个人赛的逆袭 已经让他们 对自己喜欢的战队感激非常 不过 就算所有的人都认为 无双城会输 他们也要苦战一场 走到这一步 每个人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团队赛 无双城对战江南贵族 第313章 血色之伤 一边是贼法德 一边是战木齐 一开始 江南贵族就没浪费时间 他们浪费不起 对面两个莫王 还有一个输出很给力的狂战士 一个冲击 双方就站到了一块 一夜之秋的盗贼 瞄上了在个人赛中 获得胜利的专职辅助 似乎要向公众证明 江南贵族并不居单挑 他认为如果是自己出战 一定能够击败 专职辅助 星梦轻武 同样把专职辅助 作为目标 看来是打算把专职辅助 第一个送出场了 专职辅助在两个输出的面前 掉血非常的快速 就算他和亲戚孤九 一起治疗都没用 毕竟不是最专业的治疗 致命金库查 无奈 只能去杀童颜无击 童颜无击卸量 还剩一半的时候 专职辅助 已经步入残血 20% 看上去 他是铁定会死在 童颜无击前面了 可就在这时候 他尖叫一声 化作了一个黑漆漆的球体 一夜之秋 和星梦轻武的攻击 落在他身上 居然只爆出了 各位数的伤害 亲戚孤九 早就趁乱 加入了攻击童颜无击的行列 江南贵族居然输了 当童颜无击倒下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傻了眼 一夜之秋和星梦轻武 全都把精力 放在了专职辅助身上 可专职辅助 最后使用了一个 很bug的技能 让他们全面所有的努力 化为泡影 三对二 哪怕专职辅助血量不高 也足以完成后面的任务了 江南贵族输了 不管人们如何议论 专职辅助 依靠他自己无比的隐忍 都赢得了无双城的胜利 无双城成为第一个 进入四强的战队 第二场诸神黄昏对战 威宇格 很怕四木头 仅仅只有24级 但是他在个人赛当中 以绝对的优势 击败了25级装备了 不少25级白银的水精灵 超级大盗贼的实力 令人侧目 根本就不是 等级和装备所能扭转的 不过在团队赛中 很怕四木头 终于独目难知 在青城运和水精灵的 双重压迫下 无可奈何地被送出了地图 虽然赢得了个人赛 但是诸神黄昏 仍然惨遭淘汰 威宇格进入四强 华影杯的个人赛 在百强中 起到了累计积分的作用 但是在八强乃至此后的比赛中 都没有什么决定性的作用 这时候 个人赛的作用 是为了让观众 去判定职业最强者 比如水精灵书 给了很怕四木头 在盗贼职业第一人的评选中 他很难获得 押过很怕四木头的票数 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会因为你是美女 就给你面子 接下来的一场 陆离就要上了 他们对上了血色战旗 游戏中排名第三的 超级行贿 这个行会里 有很多退伍军人 据传 他们有一定的军方背景 不管是不是谣传 都给血色战旗 披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同样不管是不是谣传 陆离他们 都不会因为血色战旗 有什么背景 而有任何退缩 这里是游戏 一切靠实力说话 个人赛 陆离对战狂野 法师狂野 那也是排上号的超级高手 不过24级的狂野 在陆离手底下 根本不太可能逃到好去 只不过几分钟的时候 他就被清空血量倒了下去 团体赛 法师狂野 萨满赏花品欲 骑士满城风序 全明星阵容 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血色战旗的这个阵容很古怪 法师 萨满 骑士 并不是最优化的组合 以目前的职业情况来说 战萨旗都比法萨旗给力得多 血色战旗 没有战士吗 不要太多好不好 血色战旗旗下的明星赛首 比之江南贵族都多 他们才叫人才集结 热血 是这个工会最大的特色 吸引的无数年轻人蜂拥而至 血色战旗的人 融入这种工会文化后 外面的俱乐部 很难挖得走 而他们挖别的赛首 往往不需要用过高的价格 这种情况下 血色战旗在本赛季 一共有三个队伍 参与绝逐名次 可能是想 三支队伍都进16强 那样的话 血色战旗的声望 会冲到一个新的顶点 超越江南贵族指日可待 可惜 他们其他两个队伍运气不佳 一个发挥失常 一个连续碰上强队 全都惨遭淘汰 只有现在这个法萨 骑走到八强 资源的分散 注定会让力量薄弱 三月与灵魂奸笑恐惧 走了满城风絮 月光破胆怒吼 恐惧走了赏花品玉 三人集火狂野 狂野 哪里经受得住 这个 只能用了冰箱无敌 然后陆离等人的目标 转向赏花品玉 狂野 连忙从自我冰冻中解脱出来 去救援 可惜陆离早就等着他了 披风特效一闪 直接从背后飞离他 月光掉头回来 就是大旋风 狂野挣扎了一下 在陆离和月光狂风暴雨般的 攻击中 隐恨 血色战旗个人赛和团体赛 双双失利 观众虚声一片 对他们狂妄自大的安排 极为不满 新兴兵团进入四强 大家都已经有点麻木了 只是 比较好奇 他们究竟能够走到哪一步 陆离在赛后 接受了记者采访 因为工会即将成立 更好三希望他能够和媒体 稍微进行一下对话 以便各大游戏媒体 能够为他们多说点好话 商业模式下的俱乐部 用实力说话 但是绝对不能和媒体的关系太僵 陆离你好 记者可能有点过于童年 看上去只是一个只有 十多岁刚上大学的小姑娘 她表现得略微拘谨 你好 陆离回忆了一下 她刚才展示的电子名片 似乎是电竞家园的特派记者 作为游戏圈第一传媒 派出的记者怎么这么low 新兴拥兵团已经进入四强了 您心里激动吗 妹子笑起来很甜 带着青色的邻家妹妹 气质 不太像已经步入社会的人 陆离 想起曾经有人 在平民区问她幸福吗 她当时怎么回答来着 幸福你妹 当然 现在不能那么说了 陆离点点头 挺激动的 事先并没有想过 会走到这一步 我以为您的目标是冠军呢 小记者惊奇地说道 幻想过 陆离呵呵一笑 您觉得新兴拥兵团 和同样进入四强的其他工会 实力上存在差距吗 小记者偷偷地瞄了一眼 手里的字条 当然存在 大工会所拥有的人力和物理资源 陆离严肃地说道 其实她还有一点没说 作为一个众生者 她之所以能够在比赛中 表现得这么突出 那是因为 这些明星赛手们 还处于游戏适应阶段 他们毕竟只玩了一个月的曙光 而陆离已经玩了两年多 等到他们适应期过了之后 会更难对付 第314章 肖默的绝技 上辈子 她刚进游戏一个月的时候 还在为了能找个人 带着进一下哀嚎洞穴 而低声下气 可以说 连普通玩家都不如 陆离拿手杀 进四强 这是 她重生的功劳 也是新兴拥兵团努力的结果 但是她从来没觉得 自己会一直这样扭比下去 重生的优势 可以让她轻而易举地 超越普通玩家 但是在这些游戏高手面前 她的优势并不能决定一切 草草地结束了 与游戏家园记者的问答 陆离去看了一下 今天最后一场的比赛 荣耀之都对战第七天堂 陆离一直很好奇 肖默到底是什么情况 在前世记忆中 此人很有名气 但是这种名气 类似于传说故事 他就像活在传说中的麦迪文 一般人 根本就不知道 他厉害在什么地方 陆离这辈子 算是和他发生过一次接触 就是那次战歌峡谷之意 陆离用欺诈宝珠 变成一个部落玩家 借此接近肖默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他击杀 陆离一套技能都不要 就把他晕眩到死 虽然理智告诉陆离 这是因为肖默仅仅 只有十八级 在二十级以上的他 面前没有还手之力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坦白地说 陆离当时心里有点失望 盛名之下 其实难复 原来被神话的游戏 传奇 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此后陆离就没有机会 再见到他了 只是隐隐约约地听说 这位远古游戏大神 再次出现在野外刷怪区 带着一群人练集 再然后 他就出现在华影杯赛场上 以催朽拉枯之势 扫清了一切障碍 在进入十六强的比赛中 他们没有丢失 哪怕一分 比陆离的新兴拥兵团 还要略微强一点 水精灵 陆离了解一些 对尚伟宇格的话 应该有希望获胜 无双城 属于战士带双治疗的阵容 本身就被陆离他们压制 也有一定希望获胜 就是荣耀之都 情况不明 陆离希望能够看到 一场肖默的比赛 他需要了解 一下这个对手 至少要做到心理有底 可能是因为 门票从十万张 扩展到了百万张 还有肖默和血比 还有牧师西山白 西山白这个ID 对大部分人来说 都很陌生 要么他就是新人 要么就是以前的高手 换了新马甲 陆离是重生的 但是对西山白这个人 也所知不祥 只知道他技术很不错 但是为人非常的低调 在荣耀之都体系 几乎如同影子一般的存在 南波斯瑞 空空 马蜂窝 这都不用说了 在玩家圈子 都是耳熟能详的角色 不少人观战的人 心里都在想 他们能否完成一个逆袭 击败曾经的游戏神话 荣耀之都 荣耀之都这段时间 并不缺乏唱衰的声音 血比和肖默 在同一天被人击杀 这是不是意味着 兴盛了十年的荣耀之都 也走向了低谷 十年魔咒 游戏中 一直有这种说法 每个阶段 都有称霸的工会 他们从崛起到没落 往往都不超过十年的时间 江南贵族这些老牌工会 也难逃这一魔咒 他们起起落落 每一次登顶一般的都 超过十年 三五年顶天了 荣耀之都的十年王者之路 已经是一个奇迹 在交战以前 第七天堂 做了一个战前动员 一群第七天堂的顶尖玩家 在为他们出战的三人 打气 遭遇荣耀之都 对他们来说 既是挑战 其实也是机会 只要击败了荣耀之都 后面拿到冠军 都不是没可能了 向来喜欢温和微笑着的 腹黑法神 南波斯瑞这会儿 也笑不出来了 他的脸色绷得紧紧的 眼神充满了坚定 以及疯狂 马蜂窝扯着嗓子 大吼了几声 换来观众席上 一片片的尖叫声 个人赛 肖默 对战 马蜂窝 马蜂窝带的狱犬 宝宝 对狱犬能够烧蓝 能够沉没 还有不错的攻击技能 肖默也招出了 宝宝 是水元素 水元素一般有两个技能 一个是寒冰剑 一个是冰霜猩猩 从带的宠物来看 马蜂窝占据优势 他的宝宝技能 很针对法师 而肖默的冰霜猩猩 其实对马蜂窝用处不大 因为马蜂窝和他一样 属于远程攻击 并不需要频繁的移动 战斗开始 肖默的技能释放非常精准 而且快速 陆离第一时间就判断出 此人身上 一定带了不少减少 吟唱时间的装备 至少比普通法师快20% 而且他很可能全身 都是25级白银装备 荣耀之都加大业大 做到这一步 实在太简单了 不过马蜂窝表现的 当刮目相待 当然 陆离这段时间 也没有原地踏步 他同样收获巨大 两个人都没什么 太激烈的动作 打得比较重规重矩 但是相信 这只是暂时的 马蜂窝和肖默 都是法系职业的佼佼者 会给我们带来 非常经典的瞬间 解说员 喋喋不休地发挥着口才 可惜 没什么人对他说的话有兴趣 大家的注意力 都放在赛场上 马蜂窝想要靠近肖默 他要干什么 估计是想用恐惧技能 另外一个解说员 配合着说道 那么他会成功吗 可惜 肖默的冰霜猩猩 是八马的 马蜂窝被冻结住了 让我们来看看 肖默会做些什么 他在拉开距离 还在拉 是不是有点太远了 已经超出他的 攻击范围了 他想做什么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肖默站在那里 能够攻击得到马蜂窝 解说不淡定了 这个距离 至少超过了两马 两马 能做什么 几步路 就到达了 然而此时却成了致命的距离 水元素的寒冰剑能够减速 减速的马蜂窝 很难把这两马距离的差距抹掉 无可奈何 他用了加速技能 类似于法师 闪现 一下子就欺净了五马的距离 但是等待他的是 水元素的冰霜猩猩 马蜂窝被再次冻结 肖默一个闪现 再次把距离拉开 陆离皱了皱眉头 开始觉得肖默难缠起来 他其实从头至尾 都没用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技能 只是用了 他和水元素两个的冰霜猩猩 此外表现出来的 就是他的攻击距离 他的攻击距离 也很好解释 一定是穿了增加攻击距离的装备 因为他的等级是25 身上都是25级的装备 所以这些非主流装备 并没有影响他的攻击效率 马蜂窝要说了 即便他也有压箱底的绝技 只可惜碰到了肖默 第315章 四强赛 和陆离预料的差不多 肖默最终赢得了个人赛 不过马蜂窝也确实难缠 比赛进行了将近10分钟 肖默算是手段进出 才勉强赢得了比赛 马蜂窝倒下的时候 他的血量也只剩下30%左右 总感觉肖默的状态下滑了 你觉得呢 解说员A问解说员B 我4年前有幸参加过一场肖默的解说比赛 和那时候比 他的状态确实有所下降 不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肖默已经有3年没参加过任何比赛了吧 解说员B说道 会不会是因为3年没参加比赛 再加上年纪大了 再也回不到过去的状态了呢 解说员A真是 不但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选手 不排除这个可能 但是也有可能是 他在势敌以弱 解说员B无奈 陆默在台下摇摇头 是势敌以弱的可能性 实在太小了 面对刚才状态的马蜂窝 就算是陆默 也要打起精神 一个不慎 就有可能阴沟里翻船 其实大家 似乎都忽略了一件事 肖默接触 曙光 这个游戏的时间实在太短了 他只用了一个月 而他只用了一周 虽有装备和等级的优势 但毕竟 击败了马蜂窝这样的顶尖大神 盛名之下 无虚视 团体赛 一边是贼法木 一边是法术萨 都是非常经典的组合 一种是中庸的经典 一种是法系暴力经典 打得非常精彩 比赛开始14分钟后 空空的魔法值被烧光 他插了回篮的图腾 却被血笔一个 闪身过来打掉 几乎没能回复到魔法值 陆林蜜卓眼回响了 一下 确定血笔和他一样 用的是披风特效 而不是完整版的暗影布 空空没能恢复魔法值 比赛的天平开始倾斜 又过了两分钟 空空成了第一个被送出赛场的人 也宣告第七天堂 在本届八强赛中 止步四强之外 至此 四强名额全部出现 无双城 威宇阁 新兴拥兵团 荣耀之都 四个战队成为本届华影杯四强 接下来的比赛 四强随机捉队厮杀 赢的两队进入决赛争第一 第二名 输的两队再打一场 争第三第四名 周四 四强赛 陆林在空闲的时间一直在练击 到周四比赛前面的时候 他终于升到了27级 原本就比他经验多的三月雨 也顺利升级 花底离情 这两天 只要有时间就带他妹妹升级 其他人也尽可能地配合 月光经验差得有点多 现在依旧是25级 小道消息称 血笔也在这两天 成功升到了25级 荣耀之都有了两个25级的人 而且还是主力队员 威宇阁法世青成允 也升到了25级 这个陆离比较能够肯定 女房东斗静静 今天上线之前偷偷地找上他 把他们工会的主力大神出卖了 因为陆星的关系 斗斗显然更偏向于陆离 而不是他们所在的工会 无双城的情况不是很清楚 他们的俱乐部成员不在工会里面 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 水精灵上线后发信息 问陆离 如果两个队碰上了怎么办 陆离没犹豫 说各凭实力 走到这一步 星星拥兵团的荣辱 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了 大家这些天从 无所谓开始热切关注比赛 每个人的集体荣誉感 都得到了加强 每个人都希望陆离他们三个 能够走得更远 最好能进入决赛 击败对手 成为曙光这款游戏 第一个冠军 没有人不想成为冠军 游戏赛事200多年 多少人为了一个冠军 正得头破血流 曙光这种全民游戏中 冠军的分量更重 如果没有这么多考虑 陆离说 不定会私下里打一把黑赛 如果碰上微宇格的话 只要对方给的钱到位 假装输掉 也不是不可能 当然 这只是如果 陆离回复得很干脆 各凭本事 水晶灵心里怎么想不得而知 陆离从来都没因为他是个美女 而有丝毫联系 比赛的对手 是系统以世界频道为途径发出来的 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赛单 微宇格对战荣耀之都 星星拥兵团和吴双城 在此之前展开一场龙虎斗 吴双城 这个仅仅只有三年历史的年轻工会 在本赛季出尽了风头 他们究竟能走到哪一步 无数人拭目以待 其热度丝毫不下于妖孽般 存在的星星拥兵团 这一场比赛 百万人为官 光是门票就卖了十万金币 星星拥兵团拿到十%的提成 也即是一万金币 换成现实币 也就是一百万 个人赛 陆离对战魔王轻奇孤久 陆离心里不由的叹息 可惜不是致命金裤衩 致命金裤衩是战士 理论上克制盗贼 但它是亡灵种族 陆离的白银护腕 对亡灵充满了恶意 可以直接增加18%的攻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因为这个护腕的存在 陆离对亡灵种族 有一定的优势 清奇孤久是血精灵职业 血精灵和暗夜精灵同出一族 在曙光的游戏背景历史里 发生了很多事情 从而造成这一支的出走 最后甚至加入了不落阵营 双方互相看不顺眼 成为敌对 陆离的情况很不妙 魔王是板甲 而且能给自己加血 这一场仍然是张震和深色 调如风合作解说 他对显然不太看好 这一场个人赛对决 拭目以待吧 陆离这人似乎总能创造奇迹 深色调如风说道 场上的陆离一直在游走 他先手一个闷棍 把清奇孤久 击晕 但是并没有上去攻击 这是在给对手制造心理压力 深色调如风解释说道 他是资深解说 很会通过表象看本质 换作是一般解说 一定会认为陆离没把握 被击晕 等待对手上来攻击 这个过程绝对不会轻松 不过清奇孤久 显然不是一般的菜鸟 至少从大屏幕给出的面目特写上 看不出他有什么胶着的情绪 比赛进行1分11秒 陆离终于出手了 预谋 偷袭 然后直接抹猴 没等四的连击点 也就是满星采用终结计 他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攻击机会 抹猴 刚刚打出去 清奇孤久就动了 他用一个不知名的手段 或许是技能 或许是装备特效 解除了晕眩 晕眩解除后 直接就是一个奉献踩了出来 陆离无奈 只能退走 对方掉血 可以自己给自己加 而他掉一点是一点 单凭从蔚蓝海风那里 拿回来的血纹徽章 短时间内是很难回满的 第316章 魔王也怕魔 清奇孤久 给自己连刷了好几次圣光闪现 才把刚才丢失的血量补回来 看来陆离的攻击又增加了 哪怕是板甲职业 也很难承受啊 解说员 张震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换作一般的盗贼 对清奇孤久 根本造成不了过百的伤害 而陆离则不同 刚才他一共只来得及 用了两个伤害技能 却造成了320点伤害 最后的终结季抹猴 还造成了持续性的流血伤害 陆离的攻击非常高 不过想要在控制时间内 将他击杀 几乎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刚才的那波攻击 看上去完全做了无用功 身色掉如风 叹息出声 在他看来 陆离处于一种绝对的弱势 别指望魔王会犯错 他之所以被称作魔王 每次都把对手摸死 那是因为 他几乎从不犯错 对手的错误 就是他的机会 我不这样想 出人意料 这一次张震竟然抱有反对的意见 哦 你怎么看这场比赛 身色掉如风倒霉 怎么生气 张震是他的老搭档 算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新人 我仔细地研究过陆离的所有战斗 发现他对任何职业 任何类型的高手 都有一套自己的打法 这些打法不见得多高明 但是绝对有效 张震自信地说道 其实他猜得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这种现象 如果让陆离自己解释 他就会告诉你 这是攻略 PV有PVE的攻略 PVP有PVP的攻略 陆离前世都有关注 上辈子的积累 让他在碰到任何类型的对手时 都能很快找到应对的方法 当然 这种普通玩家总结出来的攻略 在前期的时候欺负一下 还没完全适应曙光的大神们 可以 等再过一段时间 就没那么容易了 不然的话 照着攻略就能打赢大神 大神凭什么个个年薪过百万 那么你觉得 眼下的情况 陆离该如何翻盘 身色掉如风问 我看不出来 张震掠九 我也看不出来 身色掉如风很坦然 第二次交锋发生得很快 仍然是陆离先手 他一个闷棍 将青旗孤酒击晕 然后上去就是一套技能 最后以反手被刺作为终结 青旗孤酒醒来得很快 醒过来的时候 身上还剩55%的血量 刷刷一个圣光树 外加几个圣光闪现 再次将血量加满 陆离无奈 在青旗孤酒醒来之前 就用急跑拉开了距离 然后脱离战斗进入前行 刚才的攻击又做了无用功 真的是无用功吗 普通玩家看不出来 但是台下观战的人群中 也不乏职业选手 战篮守护的星辰银辉 就坐在台下 他们是职业选手 不需要买票就可以申请进场 坐在他旁边的是局部瘫痪 如果是你对上青旗孤酒 你有取胜的把握吗 星辰银辉问 以前没有 局部瘫痪摇摇头 不过现在有了一些想法 虽然不敢保证 一定就能取胜 但至少不会毫无头绪 哦 你的意思是 陆离有可能击败青旗孤酒 星辰银辉很惊讶 我觉得差不多 只要陆离不犯错误 他凭什么 两次进攻都没凑效 青旗孤酒 现在的血还是满的 星辰银辉突然惊叫道 你的意思是蓝 毕竟职业选手 排除了血量这个因素 能考虑的也就是魔法值了 对 血是满的 但是魔法值已经不满了 局部瘫痪神色严肃 在圣骑士未能获得 圣光倒标 或者智慧圣印 技能之前 是没有办法主动恢复魔法值的 不过圣光闪现 号称治疗职业最省蓝的 加血技能 一般情况下 治疗骑士不会因为眉蓝烦恼 可青旗孤酒并不是一般的骑士 严格的来说 他只是一个会加血的输出骑士罢了 他号称魔王 那是因为 他每次玩的 都是会加血的输出职业 加血 只是他的副业 受到陆离的两次进攻 青旗孤酒 刷了11个圣光闪现 虽然圣光闪现 号称是最不费蓝的治疗技能 但一个最起码 也要耗费20点魔法值 200多魔法值去掉 青旗孤酒 就只剩下70%多的魔法值了 虽然他可能 还有其他回魔的手段 比如血精灵种族天赋的奥数洪流 可以为他恢复6%的魔法值 但是冷却时间高达120秒钟 在赛场上所能起到的作用 最多不超过三次 青旗孤酒 有一个被动的回魔技能 前提是他必须击中陆离 按伤害值的 比例恢复一定的魔法值 可陆离根本不给他正面交手的机会 陆离也丢失了一些生命值 总数不过七八十点 血纹徽章就回得差不多了 连局部瘫痪都能看出来 青旗孤酒 自然也有所察觉 伟大的魔王大人 这次实在磨不下去了 他冲过去主动寻求战机 可惜他面对的是一个盗贼 一个猥琐无比的盗贼 号称猥琐第一的局部瘫痪 看到陆离的种种猥琐手段 都忍不住惭愧地低下头 原来自己还差得远 陆离今天在台上展示的 简直就是猥琐流的现场教学 无数后来的猥琐流玩家 都将这场比赛 当成他们猥琐派的里程碑 认为陆离为他们打开了个全新的天地 不少人生拉硬拽地将陆离标榜成 他们为所拍的代表性人物 这是后话 暂且不提 魔法值掉落到50%的时候 青棋孤酒用了大招 以他身体为中心 一个巨大的火圈猛地弹了出去 刚刚引盾前行的陆离 直接被打了出来 然而 没等青棋孤酒冲上来 陆离就直接启动了鞋子上的技能 他的身影在原地直接消失 再次出现的时候 就出现在了15码之外的地方 这是什么诡计呢 这个距离实在太远了 就算青棋孤酒类吊弹也追不上啊 比赛进行到现在已经超过了三分钟 以前是青棋孤酒希望拖得越长越好 现在他从没这样希望堂堂正正地打一场 陆离两件加隐匿的装备都是极品 青棋孤酒在这方面没什么加强 根本就捉不到前行的陆离 他只能一次次地被动承受攻击 陆离是一击击走 从不贪战 一点让他反击的机会都不给留 第317章 进入决赛 比赛进行到5分钟以后 青棋孤酒只能寄希望于陆离犯错 依照他的经验 人不是机器 只要是人都会犯错 关键就在于有些人犯错很轻微 不足以被对手把握并展开反击 而有的人往往就栽在自己的失误上 消失 引盾 疾风布 急跑 鞋子特效 手套特效 这么多的机动性技能和装备特效 已经足以支撑陆离打一场游击战 有时候 匕首的特效也会被处罚 另外一个和陆离一模一样的人 会出现在场上凑热闹 幻影攻击不算高 但是机少成多 那20秒中青棋孤酒也特别难熬 他要担心自己会不会被陆离直接控杀了 因此 不得不用大技能给自己加血 大技能效果确实好 但是费兰啊 时间进行到第18分钟 陆离手段进出 终于将青棋孤酒的魔法值 磨得一干二净 你给自己加血 救费兰 你不加救 等着被杀掉 游戏圈鼎鼎大名的魔王 硬生生地被磨死了 这一战比紫月洞天的龙城孤烟 磨死月光的那一战 还要经典 个人赛 陆离击败青棋孤酒获胜 休息一个小时后 陆离勉强恢复了状态 开始上场进行团体赛 草根出身的他 任性十足 工地搬砖 连续三五个小时 都能咬着牙挺下去 而青棋孤酒就不行了 他在精神力高度集中 比陆离还要累 站在赛场上的时候 依旧难掩疲惫之色 陆离和月光对望一样 心领神会的点点头 趁你病 要你命 赛场不是讲究 君子风度的地方 这会儿 如果不把青棋孤酒 当成突破口 那他们真的可以 回家洗洗睡了 陆离 月光一战一贼 直扑青棋孤酒 三月雨直接冲到 对方阵营 就是一个灵魂奸笑 场上乱 但是陆离和月光不乱 陆离控制住青棋孤酒 和月光一起权力狠揍 就算有专职辅助加血也没用 毕竟不是专业的治疗 冲过来救援的致命金库茶 被月光一个破胆怒吼 命中 几秒钟之内 直接成了废人 团队战很快就结束了 相比较下来 甚至不如个人赛那么精彩 人们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陆离和月光合力的输出 实在太凶残 青棋孤酒 作为一个板甲 血腺吓得那叫一个飞快 几乎是活活被一轮技能秒杀掉的 无双城止步 四强 新兴用兵团进入决赛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别说其他人 就连陆离也有点恍惚 就这么进入决赛了 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每天都非常充实 记忆交融在一起 陆离已经渐渐分不清前世今生 很多时候 他依旧觉得自己是个不起眼的小虾米 为了赚钱 他拼命地去努力 决赛 冠军 这些东西 和他隔着两年的距离 就好像一觉醒来 莫名其妙就有人过来通知自己 你进了决赛 准备一下去争冠军吧 要不你下线休息一下吧 月光能体会陆离此时的疲惫 他和龙城孤烟比赛完了 也是半死不活 不了 还有半个小时 威宇阁和荣耀之都就要比赛了 我们去看看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买到票 十个银币不算什么 但是一票难求啊 可以向举办方申请 月光变色古怪地说道 他终于再次能够确定 陆离对这个圈子不熟 如果职业圈的人知道 陆离现在还在和普通玩家一样在线 抢购门票 一定会跌碎一地眼镜 虽然还没有得到正式的确认 但是陆离小队的三人打进了角色 那是铁打的明星赛首啊 职业协会的人在两笔 获得了自由进出各类赛场的特权 进去之后 直接出现在赛首席和观众席不在一块的 这个地方观赛的角度更加完美 而且也省去了被普通玩家围观的尴尬 陆离真容见得人不多 所以还没感受过做一个明星的待遇 个人赛是血比队战水精灵 曙光最经典的个人赛 目前是贼法之争 此外就是盗贼内战 水精灵前面输给了很怕四木头 心理素质不错 再次对上了血比 血比和很怕四木头谁比较强呢 这个还真不好说 在陆离前世的记忆中 他们也有对战过的机会 各有胜负 总体来说是血比稍强一点 然而也有人认为 血比之所以能比很怕四木头强一点 那是因为他背靠荣耀之都 诸神黄昏排名第三十 而荣耀之都排名第一 资源完全不对等 但就技术而言 很怕四木头并不差 说起装备 水精灵似乎也不见得辉弱于血比 他的武器都是陆离亲手打造 连陆离看了都流口水 而其他装备 能够穿在他身上的 估计至少也是金粮白银吧 女土豪最不缺钱 血比果然二十五级了 装备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双贼内战 关键是先手问题 陆离以观众的角度 可以看到他们的走位和动作 这种高手的对决 对他也很有启发性 水精灵脖子上的项链 微光一闪 他静止奔向血比 这是启动型的装备 看来加了不少的感知 陆离绝不相信 血比身上没有任何加隐秘的装备 但还是被水精灵先手了 偷袭之后就是一个被刺 完成度看上去非常可观 伤害不低 还附带了破甲效果 血比果断地使用了疾风布 两人再次处于前行对峙状态 水精灵的项链似乎处于冷却状态 他并没有继续刚才的举动 接下来就是考验走位的时间了 两个顶尖盗贼走位都很给力 不过水精灵到底是差了一点 他经过血比身边的时候 被血比一个闷棍敲了出来 血比也是偷袭起手 后面追加是被刺 他的完成度不比血精灵差 但是伤害要稍微弱一点 看来双方的装备存在差距 水精灵使用了疾风布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不过这个疾风布的作用 并不是为了逃跑 而是为了进攻 在疾风布生效的那一刻 水精灵背上的披风光芒一闪 直接出现在血比的背后 这件披风是陆离出售的 他曾经长久地霸占 伊利丹虚影这个野外BOSS 暗影斗篷技能出了几本 披风也出了两件 血比再次被控制 他已经没有了疾风布技能 在从晕眩中醒来之前 只能被动地承受伤害 血量下降得很快 不过水精灵还没本事 把他一直晕到死 血比一个消失 脱离了水精灵的攻击 如果刚才血精灵的抹喉 完成度能再高点 打出出血效果 血比就完了 如果身上有流血效果 消失后也会自动显出身影 什么想法 月光问陆离 血比其实也不过如此 陆离笑笑 回了一句 月光沉默片刻 又问 你觉得我们接下来的对手是谁 不好说 个人赛的话 水精灵应该会赢 他的装备实在太好了 那个项链对盗贼充满了恶意 陆离感慨 除了项链之外 水精灵的武器 也是陆离铸造出来的极品 不知道这算不算作茧自负 第318章 叫板陆离 血比只能在技巧上 弥补一下伤害的差距 他的匕首攻击角度 刁钻 普通攻击一般情况下 都能打出攻击上限的伤害 如果没有被控制的话 他会尽可能地格挡 水精灵的攻击 格挡是盗贼最常用的战斗方式 被动技能 纯粹考验眼力和手速 成功的格挡 能够有效降低对方的完成度 高端盗贼之间的战斗 基本上就是考验格挡的成功率 血比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亮眼 可惜他在装备核技能方面 都既有差距 个人风格又过于暴力 寸土不让 不像很怕丝木头那样圆滑 也不如陆离 局部瘫痪等人那么猥琐 硬碰硬的后果 就是他的血量掉太快 荡水精灵的脚下 血量陡然恢复20% 这场战斗也就走到了尾声 个人赛 水精灵击败了血比 七大盗贼 外加一个陆离 有几队已经厮杀过了 并没有出现一面倒的情况 大家算是各有胜负 就比如水精灵 他战胜了夺冠呼声最高的血比 却输在了很怕丝木头手里 而很怕丝木头在采访的时候表示 最让他忌惮的同行正是血比 团体赛 威宇阁对战荣耀之都 威宇阁公会历史也很有久 但一直只是一个有名气 没什么实力的公会 有名气 那是因为他们公会的主体成员 都是妹子 而且很多漂亮妹子 只要是不脚机的男人 谁会对妹子没兴趣 然而从性情和体质 等各方面考量 女玩家在游戏方面 确实存在一定的短板 所以 她们一直被看作 一起玩游戏的休闲女生 这种情况 一直持续到水精灵横空出世 这位身份沉迷的女土侯 据说15岁就开始进入游戏 后来加入了威宇阁 凭着自身能力 成长为公会高层 18岁那一年 她低调地将威宇阁私有化 真正让威宇阁声明确起的是 他们高价挖走了清成员 清成员是 曾经是盛世王朝的主力赛手 以年薪210万的价格 跳槽威宇阁 创下了女赛手身价记录 当时轰动一时 牧师心形喃喃 也是水精灵买来的 价格稍微低一点 它来自于一个中型公会 当年在赛事上表现出色 水精灵二话不说上去 就把人家给骗走了 当即比赛都没打完 同是贼法目的阵容 比赛在一个小时之后 正式开始 陆离终于见识了清成员的打法 怎么说呢 这姑娘很暴力 大开大合 与之相比 肖默倒是显得有点阴柔了 比赛一开始 并没有出现一面倒的情形 六名选手都是酒精沙场的高手 进行到1分40秒的时候 水精灵表现突出 将肖默控制当场 清成员扑过来暴力合击 短时间就把肖默的血量 打到了30%一下 可就在这时候 荣耀之都西山白发威了 没有人干涉的情况下 他花了将近10秒钟的时间 独调了一个技能 将肖默的血量 一下子就抬到了80%左右 一下子加半血压 陆离看得有点牙疼 这些能够走到比赛后期的人 似乎每个人都留了一些杀手锏 当然 他自己也不例外 他能变豹子什么的 就目前来说 还是个秘密 也不知道锦衣卫那伙人怎么想的 一直没透露出去 或许是他们 觉得自己倒霉太孤单 也乐得见别人在陆离 在这里栽根头 输出肖默失败 威宇格刚才的优势一扫而空 血笔一直攻击威宇格牧师 星星南南 血量逐渐下 降到一半一下 形势开始逆转 星星南南为了自保 开启了灵魂奸笑 血笔一个暗影斗碰 挡掉了这个技能 肖默离得远 根本就不理会 很多人没想到荣耀之都会赢得这么简单 他们在比赛进行到3分17秒 击杀掉了威宇格治疗牧师 初步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虽然水精灵和青城陨爆发起来 也杀掉了西山白 但是为时已晚 他们的血量比肖默和血笔少太多 3分44秒 一个巨大的金色曙光笼罩赛台 宣告荣耀之都获胜 进入决赛 星星拥兵团和荣耀之都 在决赛中争夺冠军 输掉的人就是第二名 魏宇格和吴双城 进入半决赛 争夺第三名和第四名 比赛过后 双方都选择接受采访 魏宇格错失决赛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记者首先问的是水精灵 毕竟是美女 我相信下一个赛季的成绩会更好 水精灵不假思索地说道 他这话倒不至于违心 上一赛季 魏宇格连八强都没进去 如果进入决赛 你们面对就是新兴兵团 会有把握吗 记者又问 水精灵眨眨水润的大眼睛 向旁边瞟了 瞟 我想你现在就可以问问他们 记者的问题被赌回来 也不生气 扭过头看向荣耀之都的三个人 肖默大神 你好 很久没有在这种场合下见到你了 你对接下来的比赛怎么看 我希望能够在个人赛 和陆黎一决刺凶 还没等肖默说话 血比抢先表态 记者挺惊讶的 很少见到有人在赛前 就这么和对手叫板的 再看看其他人的表情 似乎也不觉得惊奇 这里面一定有故事 敏锐地把握到这点讯息 记者小心翼翼地问 请问 可以透露一下原因吗 他已经做好被拒绝回答的准备了 未曾想血比根本就没有回避的打算 沉申回道 因为曾经败在陆黎手里 被他杀了一次 你这是要和我抢了 肖默笑笑 我也被他杀过 哗 记者差点跳了起来 作为一个不玩游戏的记者 他了解陆黎的途径很多 知道 这位新崛起的高手 有着种种传说 而且官方记录 也一大串亮眼的表现 但这些都非亲身经历 道听途说 云里雾里 不知道该不该相信 哪里比得上当事人亲口承认 让人震撼 至于血比 和肖默会不会说谎 开什么玩笑 他们这种级别的人 怎么可能会开这种玩笑 那不是脑子进水了 就是水进脑子里了 第319章 女土豪借装备 能否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呢 这会儿说不上是采访需求 还是记者自己好奇的 像有小猫在心里抓 反正他特别想问这个问题 可惜肖默 依旧只是笑笑 而血比则摇摇头 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败在他手里了 那么 你是希望个人赛中路里出战了 记者苦笑 他又没办法 撬开这些游戏大神的嘴 说 与不说都看他们自己的心情 是的 我希望路里不会避战 他出战的可能性本来就很大 血比默然道 你有把握击败路里吗 记者问 水精灵在旁边吃的一声笑出来 其言下之意不言自语 连我都打不过 你还想击败路里 也不回家去照照镜子 女人胸大 并不代表胸怀大 女土豪更懒得去 伪装什么风度 他们输在荣耀之都手里 心里就是不爽 血比决定不和女人一般见识 面对镜头说道 不管有没有把握 我都会堂堂正正地和他打一场 他把堂堂正正这次咬得很重 显然对当初路里火同南波斯瑞几个 联手弄他 还耿耿于怀 看完比赛出来 路里依旧去练及 可平时没有任何区别 就好像明天的决赛对战 根本不重要一样 月光依旧去战歌峡谷 三月雨在月光请来的几个陪练下 苦苦练技术 似乎只有他才是正常的 在哪呢 水精灵的信息 永远没那么多废话 一个那么漂亮的妹子 半点情调也没有 也不知道 将来会不会碰到能改变的他的人 焦土平原 杀火狼呢 路里回到 十几分钟之后 一道寒光从侧面袭来 直指路里的脖梗 角度刁钻 而且无声无息 但是最终还是落空 在即将接触的那一刻 原本还和怪物颤抖的路里幻化般的 出现在十码之外 这就是你和亲戚孤九比赛时候 使用的后手吧 水精灵一击未中 便放弃了试探 嗯 路里三下五除二将 没杀死怪物击杀 他停下来 同样没什么情调的问 找我什么事情 需要组一起练几吗 不必了 我来是想问问你 对上血笔 你有把握吗 水精灵摇摇头 这个 路里迟疑了一下才到 你不是刚击败他吗 你觉得我应不应该有把握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谁也没法说有把握 当然 路里也不是没信心 他只是比较谨慎 我能击败他 一方面是靠装备 另外 还有运气的因素 至于你能不能击败他 我怎么会知道 我以为你 已经胸有成竹了呢 水精灵说 总有意想不到的表现 谈不上胸有成竹 但是我觉得我不会说 路里接住 刷新在自己身边的火狼 一边攻击一边说话 完全没有面对游戏 知名美女的觉悟 水精灵不说话 想了想 开始拖 你干什么 路里吓了一大跳 被火狼连续攻击了好几次 如果不是他 装备够好 换做一般人 被30级的火狼这样攻击 估计直接挂掉也有可能 可是任谁看到这一幕 也没法淡定 女土豪居然当着他的面 在脱衣服 给你我的装备 树精灵白了他一眼 也开始反应过来 自己的举动有点不当 当着一个陌生男生的面脱衣服 真是疯了 其实 游戏里的衣服 除非强烈要求 理论上是不会脱光的 会有一套棉质的贴身衣物 留在身上 看上去就像睡衣 露出来的皮肤 非常的少 不过轮廓 要比穿着皮甲 要清晰一些 水精灵的身材 当然非常好 该有的都有 哦哦 不过路里的注意力 都在交易过来的装备上 这里要说一下 曙光里装备是部分男女的 不过装备 穿在不同性别玩家身上的效果 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款式 女玩家偏漂亮一些 男玩家则偏威武 上衣是25级精灵白银 特效加的是攻击 和陆离身上的 完全是不同的风格 他想了想 拒绝了这件装备 护腕放弃 连看都不用看 就算为了对亡灵种族攻击 加成陆离 也不会换 血比是亡灵 他会很享受 陆离这件护腕 对亡灵种族的恶意 鞋子 腰带 护肩 都不见得比陆离的好 陆离全都交易了 回去 这个项链 你应该能用得到 还有这个 戒指 迟钝的女人 拿着一个戒指 终于发现 这种饰品代表的意义 有点奇怪 洞察吊坠 果然是他 启动型的饰品 使用后 可以增加30%的感知 比不上星辰银辉的那件 但是在短时间内使用 其实也差不多哪里去 陆离换上了项链 接过了戒指 她的至尊戒指 当然不会换 也换不掉 换掉的是另外一枚戒指 水精灵这个戒指属性 非常的好 加的是破甲 还有暴击 在戒指里面 简直堪称最顶尖的极品 也不知道这败家女土豪 花多少钱买来的 还有头盔 陆离原本的不算差 但是还是比不上 水精灵递过来的这件 加了一些感知 除此之外 还可以免疫一次 被控制的效果 不过要在技能 落到身上之前 开启才有效果 持续时间只有五秒钟 提前或者延后都无效 操作上要求很高 水精灵在比赛中 就没有使用成功 陆离却很喜欢这件装备 这个手套也借给你用吧 记得还我哦 水精灵依依不舍地 将手套脱掉 连那么好的戒指都送了 还有什么东西更极品 陆离立刻被勾起了兴趣 迫不及待地接过来 烈士者手套 黄金 护甲28 敏捷加20 力量加10 特效1 装备需求等级降低20% 特效2 击中时一定概率令目标沉默 3秒内无法施展任何技能 特效3 缴线 迫使敌人无法使用武器作战 持续3秒 冷却时间120秒 装备需求等级30 耐久64 64居然是黄金装备 而且还是30级的黄金装备 因为带了一个降低需求的特效 所以24级就能装备 怪不得肖默会被水精灵控制住了 当时看比赛的时候 陆离还一直很纳闷 而且水精灵缴了血笔的武器 他也是看到的 当初就猜想 这女土豪有绝招 没想到居然是30级的 如此极品的黄金装备 实在是人比人气死人 陆离看了看自己的装备 除了至尊戒指 竟然没有任何 一件装备可以和这手套相提媲美 第320章 换着穿 30点有用属性 比25级的极品白银都要高很多 装备需求的降低 是跨级装备的前提 这一特效在输出上没有任何帮助 却能使得装备 身价倍增 不然的话 30级的黄金装陆离 也只能对着流口水而已 让目标沉没 打法系的时候 实在太有用了 拿去对付肖默 正好 至于脚线 这完全是BOT级的特效 在低级装备上出现的概率 少之又少 也怪不得女土豪一脸的不舍 通常情况下来说 黄金装备非常难弄到 只有高阶野外BOSS 或者非常繁琐考验运气的任务 才有可能出产 而且概率相当的低 也不知道微语格 怎么弄到的这件装备 陆离没有追问的打算 25级极品白银 别的不说 单是伤害 就比他手里的15级黑铁要高太多 而且特效加了一个流血特效 也算不错的极品了 水精灵的两个徽章都很一般 陆离借了其中一个 降低兵系冻结时间的 可以针对兵系法师的 兵系减速和冻结 产生一定的抗性 帽子 匕首 项链 手套 徽章 戒指 这六件装备 我拿了 算我欠下一个人情 陆离本打算说点什么 感激的话 可是却说不出来 这人情卖得实在太大了 而他还真没法拒绝 单说血比 如果原本有六成的获胜把握 那么现在至少有八成 他们这个层次的对决 任何提升都价值非凡 如果非要用金钱来衡量的话 恐怕要一百万戒 人情 是不是说 我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水精灵扑斥一笑 冰山美女 难得今天如此多的表情 甚至开启了玩笑 啊 陆离有点尴尬 他从来没见过 有人会一本正经地 去探讨人情的真正意义 至少男人 就不会 女人还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 好吧 不和你说了 人情什么无所谓 你只要把荣耀之都狠狠地 拉下来就行了 别让他们得到第一 不过在此之前 你还要把装备先还给我 明天第一场 是我们和吴双城的比赛 水精灵 其实也不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 已经感觉到 氛围有点诡异 自然明智地选择暂停 哦 好的 陆离又连忙把身上的装备 脱下来 还给对方 水精灵突然很后悔 今天的举动 也没仔细考虑 就过来找陆离了 他在做什么 和一个男人换衣服穿 说好的解体呢 说好的 会对异性不假词色呢 冲动果然是魔鬼 其实 不管荣耀之都 还是新兴拥兵团 谁得第一 都和他们威与哥没关系 他和陆离 也只是一般的合作关系 两人并没有太深的交情 陆离犹豫了一下 又把自己的装备 给水精灵展示了一下 除了至尊戒指之外 基本上没有任何保留 你这武器不错 不仅有破甲 居然还有个幻影分身 我拿去玩玩 十股獠牙被 借走了 哇 这个也不错 居然加了这么多的攻击 亡灵毁灭万轮 也被借走了 这个徽章级别好低 可是属性却这么好 哪来的 血纹徽章 被拿过去 挂在了女土豪的胸前 女土豪的胸形 当然很美 陆离目光略过 停留的时间 稍微长了一点点 只是一点点 一个任务 奖励的 陆离无意提起麦迪文 戒指呢 像一个男生讨要戒指 水精灵的脸晕了一点 灰色 算不上红 不仔细看的话 绝对看不出来的 给 陆离无奈 好渣 你居然还在用这样的戒指 水精灵吐槽 还有另外一个 刚才自己身上所有的装备 都拿下来给对方看了 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公平 绑定的 拿不下来 陆离叹息 死 绑定的 水精灵倒吸 一口冷气 以前也有游戏 只要穿上就自动绑定 不会掉落 也不会损坏 后来这个游戏倒闭了 在常规的游戏当中 也存在绑定 但那是非常极品的东西 水精灵忍不住好奇 是传奇装备 还是传说装备 或者是更高端的神器 你几件你拿去用 记得比赛完了之后 就过来找我 陆离心里开始有点后悔 万一女土豪下线盾 或者干脆不理自己 那他接下来的比赛 岂不是要光着身子上去 和血比肖默打 画面太美 不敢看啊 水精灵毫不客气地 将自己看上眼的装备 拿过来 直接穿在了身上 其实也就三件 匕首护腕徽章 倒不是说其他装备 都比陆离好 而是他和陆离 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 不同的风格 有不同的配装方式 一男一女再换衣服 不带有任何暧昧色彩 现实中注定很违和的一幕 在游戏中诡异地呈现 幸好这里是30级的怪物区 一般人根本没本事 在这里出没 不然的话 被人发现录下来传到论坛 铁定会是一桩大新闻 第二日 首场威宇阁对战 无双城 汪王大人至今依旧是24级 先天发育不足 被换了装备的水精灵 打得不要不要的 尤其是当第二个水精灵 出现在场中 一只骨颈不拨的沉稳男人 委屈得差点哭了 陆离你个死不要脸的 你居然把装备 借给水精灵穿 攻击的时候出现幻影 这种装备千载难逢 岂会莫名其妙地多出一个 用脚指甲思考 也知道女土豪作弊 亲戚孤九能不怒吗 职业圈没类似的规定 但是潜意识里 大家都不会做类似的安排 再说了 吃饭的家伙 交到别人手里 谁也不放心啊 水精灵充耳不闻 凭着连路里 都比不上的攻击 直接把亲戚孤九捅死了 个人赛水精灵 获胜 亲戚孤九 看上去老了好几岁的样子 老牌职业选手 连遭惨败 心里的阴影面积 已经覆盖半个太平洋了 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曙光和以往的游戏相比 有很多创新的地方 职业选手 也需要适应出自己的风格 尤其是亲戚孤九 这种稳扎稳打的人 他们形成个人风格的速度 会比新手慢 但是一旦形成了 就必然是那种 成熟精的气考验的